这一边还要我们Describe the rotation that map the object to its image 所以你看到它有点一点的就是Image 所以这个是Image 这个是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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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些都是Rotation 然后你要知道它到底是旋转多少度呢 其实你可以拿你的书来 那个 拿你的书来反 你不拿你的书来反的话 如果像我是用电脑我这个可以直接这样 90度 瞬时 ok 所以它是属于90度 瞬时 在这边就可以了 然后像这一个这个很明显是百八度 这个也是很明显它是百八度 你看这一个它原本是这样的 然后它如果是90度 是这样再90度它就变成这样 所以它其实直接百八度的话呢 它就变成这样 所以我刚刚的这个直接百八度 我这一题很神奇 它百八度Centered at T的情况之下 它就好像反射这样的感觉 所以有的时候呢 它Rotation出来的Image 会跟Reflection一样 当它是百八度的话 然后这一个它也是瞬时90度 瞬时90度 ok 所以这个是瞬时90度 这个也是瞬时90度 然后这个是百八度 百八度都不管瞬时还是逆时的 然后这样Centered at P Centered at T 然后Centered at 这个它没有讲Centered at 但是我知道它是Centered at O Origin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可以这样的 你看这一条线是原本的那一条线 object的线 然后它来到Image的这一条线 是这一条线 所以它从object去到Image这一边 这样 ok 好 那就object去Image那一边 嗯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就是 如果我们看它原本的这一个东西的话 它是这样 ok 所以它在这一边 这一个 它原本是这一条线 然后来到这一条线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说它其实是90度 然后它其实是90度 顿时 然后我的这一条线 原本是这一条线 它来到了这一条线 所以它很明显的是百八度啊 这样来这边180度 当然也可以是这一条线来到这一条线 这样 它也是一条直线 也是百八度 所以这一条线来到这一条线 百八度 然后这条线来到这条线 百八度 然后你的这一边 你的这一个 你这一边 来到这一个点 它就是90度 顺时啊 这样啊 ok 好 所以它在这一边 这个是90度 object去Image 顺时 然后object去Image 顺时 clockwise ok clockwise 百八度的话 clockwise 都可以 没有差了 clockwise 那些clockwise 出来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就好像我刚刚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东西 ok 我刚刚的这个东西 这一个 ok copy paste的时候 你看啊 我现在是 逆时 顺时逆时 它都是 百八度它就直接这样 假设我刚刚 我这一个 我是逆时90度 我在逆时多90度 然后 它变出来的东西跟我直接 我不管顺时还是逆时都好 我拿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ok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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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